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做老面影子大锅饼 大家没有老面影子,就跟我一起做 用5克酵母代替老面影子 用200克水,先化开 如果你那边低于15度就用温水 加上20克糖,帮助发酵的作用 加180克中筋面粉 充分搅拌均匀 顺同一个方向搅,一直搅成面糊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面影子,很简单 盖上锅盖,发酵 台湾温度半个多小时就发酵好了 发酵好的面影子 如果你做长了,用纹的就知道面影子已经发酵好了 看,就这个样子 现在把剩下的面粉240克都加下去 今天一共用420克面粉 顺同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没有干面粉就行了 盖上锅盖,醒5分钟 千万不要省时间长,马上打开 快速把面揉好 揉面如果是发面的东西,揉的太慢 发了你就揉不光滑 盖上盖,醒5分钟 马上就可以上面板上来揉了 这个大锅饼的特点就是扎实 揉面有力气 我们平常锅子小就把它切送两块 再加上这种大锅饼,一个饼要18斤到20斤 在不同的日子都会用到这个饼 我先快速把这一块做好 另一块面团已经在发酵中 一会我们就用这块面团来讲 为什么发酵中的面团揉不光滑 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面剂子揉不光滑 面剂子我不知道你是包子还是馒头 如果包子是二次发面 二次发面就要先排气 排气干净,要速度快一点 把面剂子擀好 如果是馒头 就拿我这块面团来说是 比如说这块就是馒头 刚才我做前面那个大饼的时候 时间都占有了 剩下这一块在这里 它已经发酵了 你看,空空巴巴 里面虽然没有空气 但是想揉到像以前一样 那是不可能 因为它的组织已经改变 这个时候就把它全部破坏掉 重新再揉一遍 会比刚才好一些 但是怎么揉也不如第一块面团光滑 因为在影子和时间的作用下 面团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看这是第二遍揉 还是这样吧 所以当你揉馒头的时候 表面这样有点空空洼洼 不算毛病 但是空气没有排干净的 就是毛病 因为蒸出来会塌陷 平常揉馒头就是这样揉 只要这样揉 空气就不会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就是馒头 你看旁边是不是还有一点小空啊 蒸出来吃口感是一样 那你就是不喜欢这样怎么办 就像我现在拿起擀面杖 做成大饼 我在这里再提醒一下 这是发起来你揉面团 揉不光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好多朋友留言 发不起来 发不起来你先检查你的项目是否过期 不要买散装的 如果发不起来怎么办 就这样把它擀成大饼 吃大饼不妨碍 你看这样擀出来是不是很光滑 所以当你揉不漂亮的时候 就这样擀成饼 一样非常好吃 盖起来 饧发一半就装锅 完全发好再放锅 因为手上会抓出手印 发起来了手印按下去 饼就不会再弹起来了 因为你按下去的是给它按出了空气 放在锅里饧发 现在我们准备瓦斯炉 这次认真地讲铝箔纸 我已经讲过很多回 还是有人不会用 就是在炉子的上面 铺上一层铝箔纸 减轻火的压力 这样你的大饼就会慢慢的煎烤 因为饼太厚 需要时间很长 火太大 马上就糊掉了 这个时候要勤翻面 我这个铁锅是普通的铁锅 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 现在开火 都开中小火 我是示范给大家看 我平常是很少用锡箔纸 因为做久了可以掌握住火候 只要看它胖起来就要翻面 大饼一定不能心急 一个十八九斤的大饼 你知道要煎多长时间 三个小时以上 还有两个人 一个烧火的 一个看锅的 大锅都是十二印大锅 现在你看到我拿这个刷子 给大饼刷上一层水 但是不要多 这个是食品专用刷 五十块 也在大买家有卖 请不要用塑胶的 因为塑胶的大饼是热的 会产生化学作用 这个可以做凉的时候用来抹油 这两个饼 我一共用了这个 小美冰激凌盒子 一盒半水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 到底要用多少水来给它淋湿 只是表面抹一下而已 千万不要撒到锅里会粘 我烤制了有三十五分钟 在这个期间大家看 我一直在翻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每一次抹水 大饼就开始变厚 而且会冒出中气 我里面的炉子 我已经把领箔纸拿起来 因为那个锅子不太容易糊 这个小铁锅就要用铲子来翻 如果你的锅子大 就做一个饼刚刚好 我有大锅 我是为了做示范给大家看 做两个小一点的 比较容易熟 真正的大饼都很厚 很大 家乡的集市上专门有卖这种大饼 以前我回去的时候一斤五块钱 现在不知道了 现在颜色基本上重现出 黄黄的 而且有蓬蓬的感觉 基本上是熟了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锅是很热的 还要捂上25到30分钟 要注意观察 每一个人家的锅子都不一样 有的锅很密封 水中气出不来就会滴在上面 泡了大饼 我们现在就切开看 这个用我们切菜的刀是不好切的 因为表皮很脆很硬 里面很粘密很扎实 按下去马上回弹 你可以回忆一下 你去市场买的馒头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大锅饼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趁热火都切开 比较好存放 吃起来比较方便 按压回弹 就是最后5折25到30分钟 无论怎么按压 都马上回弹 所以我建议出学面食者 请先从大饼开始 你不一定像我做的这样标准 但是一定很好吃 你就按这个比例 揉的不漂亮没关系 擀面杖一擀 上面的空空洼洼都不见了 但是馒头就不行 如果排气不干净 你种出来时候空气没了 它都塌陷了 但是大饼不会 大饼本身就没有空气 因为饼是干烙的 第二个就是表皮很硬 表皮已经固定 如果你是个初学者 就是饼的中间有蜂窝组织 也不会塌陷 已经外观绝境了内在 这个饼怎么吃 可以切来会饼吃 切好了用塑胶袋已经要装起来 这样会比较回软 在我们家乡 这个饼有一个特殊的用途 刚才我有讲 还没讲完 现在我先吃一块 给大家看非常好吃 很有嚼劲 这个饼很简单 在面食里当中 它算是一个很简单的饼 但是在煎的时候 要掌握住火候 煎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要有充分的耐心 这个大饼在家乡的用途就是 家里老人去世 一定要买这么一个大饼 老人出完饼 全家就把这个大饼分着吃 表示大家还是同吃一锅饭 还是一家人要团结 好 感谢收看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我会在影片中解答 等到什么都冷静 我会在家乡